哈喽大家好 这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2 等了很久的魅蓝全面屏 今天终于有了官方的消息 从魅蓝手机官微放出的海报来看 新机将采用18比9的全面屏 同时宣布1月4日作出真我 如果1月4日是直接发布新机 仿佛来的有些太突然了 这样看来1月4日或许只是正式公布发布会的时间 同时会向各大媒体发出邀请 毕竟就这么悄悄的 完全不像是魅族的作风 对于这款新机 相信大家关注的除了全面屏之外 就是全面屏加入之后 魅族的妖元件要如何安放 或者说指纹识别会放在哪里 小圆圈又是否会回归 那么对于这些相信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希望迟到的魅蓝能给魅友们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吧 iPhone的降频门曝光之后 给苹果真的是惹来了不少的麻烦 除了接连道歉之外 苹果还把更换电池的费用 进行了大幅度的降低 但即便是这样 苹果昔日的老毛病 依旧没有改掉 近日据美国用户称 自己的iPad跟iPhone一样 也被苹果限制了性能 iPad的运行变得非常卡 无法使用 从苹果的公告来看 苹果称受影响的 只有iPhone 6系列 6s系列 se7系列 完全没有提到老款的iPad 截止到目前苹果 还没有对此事进行回应 那么各位国粉 你手中的老款iPad 是否也有中枪呢 作为一个死而复生的手机品牌 诺基亚在被HMB接手之后 已经推出了好几款机型了 在2017年的第三季度 出货量达到了1600万台 虽然不算多 但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开端了 最近在诺基亚软件的APK包中 出现了一连串的手机型号 其中包括有已经发布的 诺基亚235678 当然也有新机出现 其中诺基亚1定位 入门级市场运行安住购操作系统 配置仅有720P屏幕 以GB的运存8GB的存储等 而诺基亚4则是首次出现 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具体消息 诺基亚7PLUS应该是 诺基亚7的升级版或者加强版 诺基亚62018和诺基亚9 则会采用18比9的全面屏 分别搭载骁龙630和835处理器 这样来看 诺基亚123456789 基本就已经占满了 接下来又该是多少呢 此前索尼一款型号为 H4233的新机被曝光出来 按照之前的消息显示 新机将会被命名为Xperia XA2 但现在最新的消息显示 其将可能会被叫做Xperia XA2 Ultra 同时还曝光了新机的真机照片 传说中的四边超窄高屏站的设计 看来是要让位给旗舰XZ2了 在新机上 骄傲的额头和下巴 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在配置方面 该机拥有6英寸1080p的显示屏 搭载骁龙630处理器 万年4GB明显显得有些寒酸 前置1300万后置2100万像素摄像头 同时支持后置指纹设计和NFC功能 预装安卓8.0操作系统 另外爆料大神还放出了几张XA2和L2的保护壳图片 看样子 索尼今年是准备要开始把指纹都挪到背后去了 不知道所粉们能接受这样的设计吗 贾跃亭今天发布了关于北京证监局责令 贾跃亭回国屡则的通告的回应函 称以委托贾跃明先生前往北京证监局 进行当面沟通和汇报 贾跃亭在回函中表示 针对债务问题我会尽责到底 为更好的解决上市公司债务的问题 以委托干威 贾跃明全权代理自己行时尚市公司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责任 而贾跃亭妻子甘威也发微博称 将与债务小组权利以赴解决债务问题 虽然有点抢导众人推的感觉 但贾夫人这态度还是让人很钦佩的 所以有人说找老婆要找甘威这样子的 你们觉得有道理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撒码关注微久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感谢观看